各位观众我是刘伟霆 刘律师 各位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智慧财产权 其实智慧财产权就在各位的身边 只是你们都不知道 那当然你们更不知道 你们随时都在处罚 所以今天在节目上 一定要让各位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智慧财产权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最常听到的智慧财产权 大概分三个种类 第一个叫做商标权 还有一个叫专利权 还有一个叫著作权 商标权一般人最容易认识的 例如说米老鼠就是一个商标 又或者你们去买一些名牌包包 什么LV 这些都是一个商标 而商标是他叫商标就是商标吗 不是 他必须在我们国家的智慧财产局 去做一个注册 注册说我今天我要申请某一个商标 而且这个商标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是我独一无二的 所以只有我能使用 只要别人使用的话 那他就会被我告了 这种叫做商标权 好这第一个我们最常遇到的 第二个呢 一般人所认识叫做专利权 什么叫做专利啊 通常很多人想象就是一些科学啊 化学啊 一些东西新型的样式啊 他可以申请成为一个专利 例如说我今天呢 生产出了某一个药 这个药呢 吃了可以治好什么病 那这个我有一个特殊的专利 又或者呢 我有一个生产流程 可以让呢 我整个工厂的生产 节省很多的成本 然后或者是呢 可以造福人类 那这种呢 叫做专利 那这专利也不是 我发明出来就有了 不是 我一样要去智慧财产局注册 而且得到许可 那智慧财产局会审查说 你这个专利 是不是真的是你独一无二 而且对我们人类是有帮助的啊 那真的有哦 那我给你一个专利权 有了专利权以后 别人如果生产跟我一样的东西 我就可以告他 亲爱我的专利 我就可以跟他要求赔偿 而且禁止他去做抄袭或模仿我 那这叫专利权 最后一个叫做著作权 那著作权呢 是不是像刚才一样 我们是要到智慧财产局去登记 不用 他是很特别 完全不用登记哦 那著作权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最常遇到的 例如说歌手啊 他在唱歌 他唱了一首歌以后 那这一首歌呢 他就拥有了著作权 如果你今天呢 去录他的歌 然后在别的地方播放 或播放给其他人听 就会侵害到他的著作权 又或者呢 我们会去看电影 那这个电影呢 整部的电影 都是由这个电影公司 拥有著作权的 如果你今天去翻拍啊 或在网路上面去 这个传播啊 觉得很好看 你也来看一下 我有这个档案 这都会侵害到著作权 那也一样可能都有刑罚的处罚 也有赔偿 所以今天在节目上啊 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讨论 这些啊 跟智慧差安全 还有跟各位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旅游镜 好 首先呢 今天在节目里 我们介绍两位来宾 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智慧财产权的相关的法律经验 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 简大为简律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张亦凡张律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个大为啊 你这边有没有遇到一些 跟智慧财产比较有关的 你自己遇到的事情 当然有 因为我有在写粉丝团 那我写粉丝团 大部分都是在评论史诗 那大家也看过PTT吧 PTT就是一个论坛 那有一些乡民呢 他可能就知道一点点法律 可是又不是这么清楚 就会在上面发一些有关法律的文章 可是通篇都是错的 那这时候 其实有时候看一看 就还是觉得想说 把他给引注下来啦 就是把他结下来 然后就讲一下说 他那里不对不对不对 就是有点像是批评人家 难听一点就是这样 好 有一次我就这样写了 然后呢 那个原作者 就真的私讯粉丝团 他说 那个文章是我写的耶 那你怎么可以把它拿来引用 然后还骂我 我觉得他重点不是引用 是骂我 反正不管 他就说你这个律师 明明知道法律 还知法犯法 这是著作权的问题耶 对 所以他说仰言妖 我把他下架 我就要告我 那我的反应是什么 请 谢谢对不起 封锁 他没有真的告你吗 他怎么可能告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确定不会触把原因是因为 我那时候是直接引用连结 就是根本也没有去复制他的贴文 也没有把它截图下来 甚至没有去改造他 就是原文照贴 然后上面评论一下说 这样子哪边错哪边错 那这样子其实是不会触犯 这个著作权法 所以我当时也是完全没有在怕 那我其实他应该是 就是被律师这样子讲 心里不太舒服 对没错 所以才来呛下 不过要有一个机会 教育要跟观众讲 很多观众可能不知道 原来别人写了一段文字 你把它复制贴上 这就侵害别人的 这些写作的著作权了 很多人都以为说 这不就文字 我自己也打得出来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 跟他一样编排 写出这么优美的文字 或这些骂人的文字 所以你如果给他复制贴上 就会侵害到他人的著作权 所以在网络的世界 或者电脑的世界 复制贴上非常简单 但是就不断的在做犯法的事 只是你不知道 也或者是还没有被告而已 所以各位观众特别小心 一帆 你应该更容易被侵害诅咒犬吧 这种事情真的是有发生过不少次 对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两个 那一个是很久远很久远以前的事情 就大概是我们在用齐摩家族 齐摩家族啊 没听过 不小心透露我年纪 我不知道你什么东西耶 没有用过耶 好没关系 就是以前雅虎齐摩有个小社群的东西 对 那就是你也是可以在上面开个项目 分享你自己创作的东西 对 就是不同人都可以开自己的账号 通常是放照片吧 没有你就看照片啊图片等等 你也可以发文章 对对对 就自己的小空间的感觉 对 然后有时候就会上传一些自己画的图片 对 那有一天就发现 我的图片被转到另外一个人的齐摩家族网页上 照片吗 图片 他画的 其实张宜凡张大律师是非常会画画的一位律师 他也在line上出很多贴图 对 好 好先把这个故事讲完 好 对 就是有一天就发现图片被转了嘛 对 然后不只被转 因为那个齐摩家族这个东西 虽然现在已经没了啦 他的格式就是你可以取一个名字 就是你称 对 就中文也可以就是 名字然后括号后面会有你的账号 对 然后就发现被转过去的那个地方 他 因为账号不能改 所以账号一定跟我不一样 但是他把名字改成跟我一样 所以一模一样看起来就是你的网页 嗯 有点这种感觉 然后就宣称说是他画的 原创 哇塞 对 就是非常 你会问问搞不好是你妹妹 对啊 我没有妹妹 对 也对 反正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啦 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 应该是国小吗 对 太久以前就是也没有办法采取什么 你那时候国小啊 这么小就会用什么奇魔家族 我应该把我的年纪已经非常严重的透露出来 对 对就是那时候以前发生这个 然后再更你现在近一点的话是也是自己画的图 然后那是画比较可能漫画的那一种创作 嗯 然后就是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发现在一个网站上面 卖那个漫画人物的cosplay的 的商场就是拿我图去当示范 示范 就是有点问号 对 但是就是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啦 就是你就是放个示范在哪里 你也没有做什么说 这是我画的啊 就是宣称是像刚刚那个案子一样 就个人觉得不会这样 就是好帮我宣传一下 好 没有 好 所以你看其实不管任何人在这种像刚才讲到著作圈 这个很容易踩到别人的线 也很容易触把的 然后也很容易可能被侵害的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 等等就会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些相关的法律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今天你这个原作者 掉到星际大战里面 是跟安纳金一起对抗黑武士 那个作者就刚好反过来 他一样掉到星际大战里面 可是他是帮谁 他帮黑武士 就是完全仿造他的概念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一样 几乎都不一样 可是他那个穿越到恐怖故事 理念是一样 就是各种穿越到这个 小说 恐怖游戏 恐怖电影里面 然后在里面打怪升纸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原作者就很不爽 说他这样不就是抄袭 所以当初就来事务所说 那他这样子 因为他有点副作权的概念 这样子有没有算是改作 因为那个原本穿越到小说里面的 概念是我想的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刚跟大家聊到很多智慧产权 特别是著作权 跟大家其实息息相关 像前阵子新闻上面 一直有提到很多像是 什么论文抄袭的事件 就是别人的论文 然后你把它照样引用 然后你没有写你从哪里引用 而且也不是一个合理的引用 引用的几乎整本论文都是别人的 那你居然发表出来 然后说是你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 这种状况就会直接侵害到著作权 而且法律上是可以数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 不是只是罚罚钱而已 那甚至我自己承办过一个案例 是在网路上面 我们很多卖东西的小编 他可能在网路上 例如说我今天要卖一个键盘 这个键盘这个商品 很单纯很简单 那我要怎么介绍这个键盘呢 我当然就到这个键盘公司的网站上 看这个键盘公司写说 我这个键盘有什么功能 我这个按钮有多少个 那我这个键盘会发光等等 他就复制贴上到他的销售的网站上去了 自己卖的时候就是复制贴上 原厂这个键盘卖的这些文字 结果也被告 原厂的键盘厂商来告 这一个外面的这个销售的人 我为什么会被告说 我卖这个键盘确实是你家的啊 所以我也就贴了你的这些介绍 这有什么不对吗 那法律上面 你键盘当然是可以 虽然是我的 那你买了以后你要转卖 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用了这一段 叙述我键盘这个商品的文字 跟我的一模一样 最重要还有一个点 连我写的错字你都一模一样 这就最可怕了 法官一看到就提笑皆非 就是你完全没有空间 你知道人家介绍键盘的这一段文字 居然也是有著作权的哦 你完全的复制贴上就一样会触法 各位现在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你 有没有想想到说 我是不是正好在网络卖我什么二手商品 我是不是就引用了这些 不管是原厂的这个照片 商品照片 还是原厂的这个文字 全部都很可能被告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原厂 有的时候他实在是很不喜欢 你们没有经过代理商 或是你们不是经过这个原厂的通路 可能透过水货等等去买到的 他没有办法告你水货 可是呢他可以告你侵害著作权 所以就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卖家 就因此吃上官司 还有刑事记录的前科 所以这个要请大家特别小心 一般你这边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案件 还是你自己也告了不少人 没有我目前呢 个人还没有发动过的 真的需要帮忙吗 我相信可以赚很多钱 原来赚你一桶金就靠这个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大家报告 我这边遇到的是 就一样一般来咨询 委托的这种案子 对那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关于同仁创作的争议案件 同仁创作 有没有是同仁 对就是 十八同仁我有听过 剩下我就不知道了 这同仁创作的概念有点像是 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主创作 假设有名的 我们举哈利波特为例 就是它是一个既有的创作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底下的粉丝 因为很喜欢这个作品 然后他可能就是 拿里面的角色来啊 那帮他延伸一些情节 然后可能自己写个小说 但是都会引用到哈利波特里面的人物 或是引用到他一些的剧情 可能哈利波特加哈特里这样子 也是可以 或是哈利波特外遇生的小孩 这有一点点严重 好 对就是大概关于这方面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当事人是一个同仁创作家 对那他去写了一个某个作品的同仁小说这样子 对那因为通常这一些同好呢 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论坛 那你可以在上面发表你的作品 对那有其他的人就可以在底下 可能回复啊等等的 欣赏啊评论啊 对就是可能称赞一下啊 或者是交流一下心得 对那他有一天就发现有另外一篇 就同个论坛上另外一篇管章 跟他写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87八项 对就是很像很像 对那这种情况 因为一般我们在著作权法去判断 所谓的抄袭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实质近视性 那就是意思是说你 如果用个比较可能客观的角度去看 那是不是内容雷同 那非常近视 对就是有没有很像 那他那状况是 他的情节 还有他的一些形容词 或者是叙述的用词等等 就是都一样啦 那不是很无聊吗 已经有一个原创了 你又写一个跟他很接近 你还放在这个群里面 因为不是整篇文章都是一样 就是可能有几个段落 他就是贴过去用 贴过去用 这样 那这个是实质近视性的部分 那再来第二个是接触可能性 就是你客观上 那你有没有可能是看了另外一个著作 容易接触到原创 对因为假设说如果今天的原创 他是一个人自己写的很开心 然后他把它藏在他家的书桌底下放了十年 然后今天可能突然冒出另外一个 真的长得很像的作品 但是因为 你看过 纯书巧合就对了 对这种一般就会认定说这就是巧合 因为你比较不可能看到那个 藏在书桌里面十年的东西 那种去说会吵袭他 对那这个案例 因为刚刚讲说 第一个他情节很像 第二个他是同一个论坛 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算吵袭了啦 对 可是他同一个论坛 他写出来这个很像 他会去卖钱吗 不然他是写心酸的吗 基本上不会 因为在这种交流社群中 他们有时候比较是希望互相分享 就是可能可以得到大家的一些回馈啊等等的 会比较开心 未必是要去卖钱这样的状况 了解 对那我们当成呢 其实一开始他发现这些事情 他没有说一定很生气要提告啊 还是采取什么动作 但是他后来发现有一个事情是 他个人没有办法忍受 对 就是这可能就要提到 就是创作界的不成文的规则 对就是 你要尊重别人的配对 什么意思 尊重别人的配对 对 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 哈利波特这一个 一定会跟荣恩搞在一起 没有 那你就不能把哈利波特跟奈威弄在一起 因为他们在官方配对 这个 这个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发言 对 就是比如说官配 是官方配对 是可能哈利斯跟金妮 然后荣恩跟妙力 对 那但是有一些粉丝 他就是也喜欢这个作品 但是他不知彻的配对 他就会自己写同行作品 他可能把哈利跟妙力就配在一起 然后就过得很开心 就是觉得很开心 这样这样 对 那这个情况呢 如果说在论坛上发生的话 就是你可能看到你不喜欢的配对 对你就看过去就好 你不要在底下骂对方说 这什么邪门歪道啊等等的 就是可能会引发掌针啦 对 所以就两边就开始吵架 对 那刚刚讲那个抄袭的案子 就是他发现对方 不只就是抄袭他的情节 他还把他的配对换掉 对 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对 所以他之后就是有 法律市场过去叫人家测文 对 那对方也确实 因为他就理亏嘛 他就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有测文这样 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说 我们如果今天同人创作 如果原创作的人 没有同意的状况下 你做同人创作 其实在法律上应该就叫做改作了 就是在法律上面 你是站在别人的著作权的基础上 去修改添加 像我们过往最常看到就是 我唱一首歌 假设啦 我这首歌叫绿油精 我改成红油精 黑油精 法律上面 只要你歌曲跟原创很接近 在别人的原创上去做调整 这种都叫改作 会不会办法 其实是有机会 而且是蛮容易有机会 因为通常可能这种 就会去判断说 你有没有符合到 合理使用的规范 那可能看你的著作的性质啊 或者是你利用的方式 或者是你这样子做 对于原本的创作者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其实很多情况下 有些同仁制他是会卖钱的 对 所以这样子有盈利的性质 有商业行为 有机会被认为 其实是违反著作权法 但是很多人还是这样做嘛 因为其实还是很惺慎 那有可能是因为 著作权的 就算是刑事不分 他也几乎都是告诉乃论啦 那像这种情况 可能原作者 他也知道你是喜欢他 才写同仁 那你写同仁 其实是可以帮他推广 所以他也不会想要告你 对 可是最好是事先得到 他同意再来做 对 你如果没事先得到同意 他今天就不想喜欢你 你就惨了 对 而且这不是民事赔偿责任 或是下架就解决 法律上著作权三年下有期徒刑 这不是开玩笑 我举个例子 我们前阵子 就我们有一个社团 社团说 我们来创作一个社歌好不好 我觉得好无聊 社团要搞一个社歌 你搞社歌就搞吧 那他们就找某一个 现在市场上很流行的歌曲来改 来改成里面的歌词 是符合这个社团的 我说你不用改了 这全部是触法的 这些人唱完全部抓去关 那么听完说 哇你这律师是什么状况 可是我告诉各位观众 就像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歌曲有没有用人家的 你有没有得到歌曲的 著作权的同意 没有 你只有改了歌词 所以歌词没有用到原来著作权 可是你改了新的歌词 又跟原来的歌词有一些接近 因为你那个内容要 跟原唱有点搭 你也是一个改作啊 改人家的歌词而已啊 但还是要得到原著作权的同意啊 没有得到歌词的著作权的同意 还是触法 所以你一首歌播出来以后 歌曲先触法 歌词也触法 那不是整个都要去关吗 那不是很倒霉吗 所以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想都没想过 那个阎西攻略大家有没有看过 阎西攻略 他在讲那个穿越剧嘛 那有没有发现 其实现在穿越剧超流行的 那如果穿越剧通通都是侵犯著作学 那还得了 怎么会穿越剧侵犯著作学 因为我们之前就遇过一个案件是这样子 就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小说 他小说是怎样 这个人就是穿越到了各个恐怖电影里面去 可能去惡灵古堡啊 可能去星际大战里面 就是体验里面的人物所发生的故事 他可能今天进入星际大战 跟那个安娜金一起对抗黑武士 这样子 那也卖了 进到别人的电影情节里面去 对对对对 当然 不会有电影公司提告啊 没那么无聊 而且这个可能也不能提告 他搞不好有得到他同意耶 我想是没有 真的啊 我想是没有 因为那个都是那么大价公司 一个小小的作者 就像同人作者 他不可能得到他的同意 对对对对对 那就写了嘛 那也在网路上给大家免费看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还不错 就是大家的反应还不错 后来有出成书 就实体书这样子 那因为就是不错 所以引来了一群 老实说叫做抄袭者 他们就是有点类似反抄回来 今天你这个原作者 调到星际大战里面 是跟安娜金一起对抗黑武士 那个作者就刚好反过来 他一样掉到星际大战里面 可是他是帮谁 他帮黑武士 就是完全仿造他的概念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一样 几乎都不一样 可是他那个穿越到恐怖故事的里面 里面是一样的 各种穿越到这个 角说恐怖游戏 恐怖电影里面 然后在里面打怪升级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原作者就很不爽 说他这样不就是抄袭吗 所以当初就来施务所说 那他这样子 因为他有点著作权的概念 这样子有没有算是改作 因为原本穿越到小说里面的概念 是我想的 可是这个就不太一样 这个比较属于致敬 跟改作是不同的 著作权保护的是你的表达 意思就是说 你写出来的东西 那个优美的字词 那个行文 然后你的编排段落 是受到保护 没错 可是你想出来穿越的这个概念 穿越到这个游戏 游戏王啊 或是这个惡灵古堡的概念 是不受保护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概念 去创作他独有的故事 尤其是后面 我个人后来看的那一封被 宣称是抄袭的小说 其实他虽然就掉到 心灵灵灵里面 可是他其实经历的 可能他是原作的写心灵灵灵灵1 可是他是掉到心灵灵灵2的剧情 后面那个倒掉到2了 所以这其实是没有办法搞的 所以我后来就给他一个建议 你就去跟书版社讲 我们直接叫做 签字号第一家 第一本的穿越剧 用这样的方向去行销 那等同是 说其他人都只是学我的 反而卖得更好 所以其实在这种抄袭 或者说致敬 或是盗版或改作 其实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那刚刚张律师所说的 那可能就是改作了 可是我们这样的方式 是所谓的资金是不会触发的 像我知道有一些艺人他的歌曲 他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歌词 或者是有一部分的曲调 他就是会用到别的地方去 张帝啊 对类似这样子 就唱别人的歌类似这样 那其实就会涉及到 那当然有的他的著作权 他可能已经先得到他人的同意 所以这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观众 特别小心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个文章你大家结读 是有机会不一样 对 但是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会涉及到 著作权法上另外一个著作人格权 叫做禁止不当修改权 那他大概是说 你享有这著作的人格权嘛 你就是这个著作可以避免 对方不可以用可能歪曲割裂啊等等 不当的方式去变更你著作的内容 去损害到你的名誉这样子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刚刚听到这个著作权 或是智慧权权 有没有有点姆沙沙 而且又会觉得说奇怪 怎么好像随便会触把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些 我们生活上也很常遇到的 大家如果在网路上面 有的人可能就会去看这个 网路上面是不是可以下载音乐啊 或者是不是可以下载电影啊 或最近啊 常常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流行说 三分钟到五分钟就讲完一部电影 或是讲完一部连续剧 讲完一部偶像剧 那他怎么做呢 他就告诉你说 这部电影的剧情是什么 然后中间有一些电影的小片段 可是一部电影要两个多小时 他大概花三到五分钟 把整部电影的剧情很快的告诉你 那你就不用看电影 就知道这个电影的结果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人 他讲述了别人的电影 有没有侵害到著作权 可是呢 有人就主张这个做这样事情呢 他就主张说 没有啊 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 我分享我的感想而已 我分享感想这件事情 本身也有著作权 是我的感想 不是别人的感想 所以反而应该要保护我 那法律到底是怎么样 要告诉大家 法律上面 你用到别人的著作权 像刚才讲用到别人的电影 别人电影的画面 它涉及到的就是侵害著作权 可是呢 我们法律有一个但书的规定 就是说 在什么状况下 是可以允许你侵害他人的著作权 叫做合理使用 那最常看到的合理使用就是新闻报导 例如说今天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 举例有一部电影正要上映了 这个非常红的电影 所以请大家看到 好多人都去看电影 大家知道有这个新闻 但他中间在这个新闻里面 是不是就会放到有一些电影的片段 那使用到这个电影的片段 电影公司可不可以来告这个做新闻的电视台 或者是做新闻的记者 那法律就保护了这个记者说 因为他是想让社会大众知道 有这么一个新闻存在 所以叫做合理使用 而且他不是真的想利用这一部电影 来自己发财 来自己赚钱的 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新闻资讯而已 所以他是一个合理使用 又或者在学术上做一些使用 很多这个学术机构 像大学可能做论文做研究 那他可能就会去引用到其他人的著作 常常一个论文的发表 会引用到非常非常多人的说法看法 或者其他学者的文章 那他才能够架构出自己创新的论点 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学术 能够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们准许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是可以使用到他人的著作 只有在这些例外的状况才能用到 否则大部分 其实都会侵害到他人的著作权 来我们Evan 要不要再给大家分析更清楚一点 好,我这边有遇到的案例是关于导读这件事情 导读 对,因为就是像我们现在网路上 其实可以蛮常看到一些科普 或者是法普的文章 就是把一些比较健身的知识 然后就写成比较千白的文字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也都可以看得懂 对,但是其实像这种科普、法普文章的话 他虽然比原本的可能期刊论文等等的再简单一点 但是你对于比如说一篇法普的好了 我们律师看可能会觉得你写得真好 就是浅浅易懂啊 但是这是律师有专业背景的角度去看 对,老百姓还是看不懂 对,其实还是看不懂 那我们当事人就是非常的善良 算善良嘛,反正就是有热忱啦 他就是在去做了这些科普、法普的道读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又写得更白化 对,更简单一点 那也更简短啦 那也有说这个科普文章 其实原本是谁在哪里写的 对,那是有记名这些事情 有故乃缘就对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在讲著做财产权的话 合理使用的讨论 我觉得或许是有机会可以去过关啦 就是第一个他没有盈利 然后再来是他的性质 他没有用到说很多很多的内容 然后他也有让其他人知道说 这不是全部都是我想的 然后附上那个来源 这部分我觉得是有机会是OK 但是比较另外一个尴尬的问题是 因为他个人写完这个 他的导读文章之后 其实有时候会跟原本作者的理解不一样 那就麻烦了 非常的尴尬 但是他不是故意的 因为其实一个文章 你大家解读是有机会不一样 对,但是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有时候会涉及到 著作权法上另外一个著作人格权 叫做禁止不当修改权 那他大概是说 你享有著著著作的人格权嘛 你就是著著作 你可以避免对方不可以用 可能歪曲割裂啊等等 不当的方式去变更你著作的内容 那去损害到你的名誉这样子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刚讲说两个人理解有差异嘛 那如果说今天文章原作者明明就是正确的 但是你导读导错了 你写出来 然后你以为他是这样讲 然后你的观众看完也以为 哦是这意思 然后又有 都搞错了 对,又有人以为说 有人发现说这内容是错的 但是以为是原作者搞错的话 哦,怪错人了 对,好像变成他的国 对 所以其实有可能会去损害到他的名誉 那会有刚刚讲的问题 对,那这个案子的话 就是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嘛 所以那个原本的著作者就来沿络他 对 但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是热心热忱的 不是故意的 所以基本上就好好谈啦 那后来他们解决方式就是很和平的 第一个他要在他的文章 再特别加注说这是他个人的解读 不代表原本的著作人的立场 那再来是已经知道有问题的部分 他要把它改掉 对 那可能后面如果他还希望在做这个导读的话 就是取得事前的同意 然后他写完的导读文章 要先给原本的创作者看过 OK,他可以上架 其实这个我就很有感 因为记者常常采访我 问很多新闻 对 那常常我讲了 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可是记者写错了 写错以后 观众就觉得你律师讲错了 对 因为记者他们有描述限制 有时候 就是在这样的限制下 有时候真的会搞错 那我想问一帆律师 你觉得喔 如果 哈利波特跟妙利 跟金妮改成哈利波特跟妙利 这样算是不当修改吗 其实我觉得 因为一般如果去认定这个案子的话 会去说你有没有侵害到他本人的命运嘛 但是如果这样的案子 之前有个类似的案例是说 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你改出来的东西 你不会让其他的观众以为 这是原作者的作品 所以你不至于会去侵害到他的 就大家知道一定不是原作 那他知道官配就是哈利跟妙利 跟金妮这样子 对,他知道那个创作不是原作者的意思 所以可能比较不会认为说损害到他本人 可是原作应该看得很生气啊 一定会觉得你恶意改作 你不能用哈利波特 你不能用妙利 你不能用这些人物 这就是我的创作啊 对 应该从这里就把他打死了 那就会变成可能法律规范要件上面 可能会跟主观想法有点落差 法律物保护心情 我们只能这样说啦 就只能保护一些比较 法律就是真的比较平面一点 我只能这样说 因为就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做著作蟑螂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说 著作蟑螂所做的事情 完全是符合法律的 反而违法的是那群 所谓的著作蟑螂被害人 怎么说 著作蟑螂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网拍卖家 我不是 可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杯子非常的有名 那我就拍了很多这个杯子非常漂亮的照片 然后利用Google演算法 让他我拍的照片在网路上 你Google这个杯子就会跳出来 就会跳出那个照片 很多图片 因为你要找这个杯子 一定要有杯子的照片 那他就在等什么 等有些网拍卖家要卖这个杯子的时候 他们懒得自己拍 或者是他们拍不出来这么漂亮的照片 直接引用我的照片 然后这时候你就踩线 就踩雷 力点地雷就爆了 那这时候呢 这个卖家 因为盗用了我所拍摄的照片 变成违反著作全法 那这些著作蟑螂 他们就会去利用提告账的方式 来去赚取和解金 那这种 这种 他们就是说 他们不会去实际上做任何商业行为 他们有些就真的会利用 这种法律上的 这个你的紧张 你面对法律 刑事法律的非常紧张的 这个害怕的感觉 去赚取和解金 那这当然也是当初立法 没有始料未及的这个状况 因为谁知道后来 Google这么方便 所以说只能说这个法律是有很多需要修正更好的地方 像我们有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某一些商品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透过水货买来比较便宜 那他们就到国外去海外去订购 或从大陆的淘宝订购到台湾来 卖这个水货商品 那卖这个水货商品 那是不是一样你要介绍这个水货 你要介绍 例如说这个是什么LV的包包 那你是不是要放这一个LV包包的照片 好我也很聪明 我知道这个照片不能侵害 所以我自己拍 自己拍 然后我就自己说 这个就是LV拍的商品 结果还是被告 为什么 因为LV来告他侵害商标权 虽然不一定告得成 可是他知道LV知道 反正我就告了你嘛 就算告不成 你天天陪我跑法院 你会不会要继续卖 你先下架收起来 你等一下继续卖又继续被告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 就减少了很多的这种竞争者 或水货平行输入的这种业者 所以有时候你想做这门生意 可是你要小心 其实这个著作权 才是你要特别小心的 还不是什么公平交易法 还不是什么买卖合约 消费者纠纷都不是 居然是被这些著作权来做提告 那我们特别注意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那那个老东家就回去找 他后来发现说 诶 那个作品集 他确实把它整理进去没错 可是后来那个设计师 竟然把作品集里面的东西 再稍微改了一下 然后拿去新东家的宝告用 那这都是出问题的 如果你只是单纯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跟新东家说 这是我的作品 这叫姓名表示 就是说这是我的作品的话 是不会侵害著作权的 因为不管是在职务期间 还是不是在职务期间 你都可以跟别人说 这是我的作品 这是属于员工的权利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观众 你们现在是在当老板 还是当员工 这个跟著作权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 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听到 公司有一个很厉害的工作 叫做研发人员 我们有的在科技叫RDR 就专门在从事科技的研发 那不要讲这么这个高端的科技研发 就即便 例如说我今天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 我要画很多的这个广告图面 那我想请问大家 当我画好这张图 到底是公司的 还是我这个员工的 我呢 亲手画出来的 可是呢我却是领老板的薪水 那到底我画出来 我创作的这个著作 或我发明的这个专利 到底是属于谁的 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的著作权法 我们相关的法律 是有一些规范的 原则上这些财产 著作财产权 都是属于雇主的 不是属于劳方的 不是属于劳工的 你要知道 除非你们有特别用合约去做约定 否则的话 如果有一天呢 我今天画好这一幅 我在这个广告公司待不下去了 我想走人了 我可会把这些 我自己画的作品 通通带到下一个公司去用 你就很可能 被你的原本的公司给提告了 因为你的画出来的这些作品 法律上面著作财产权 不是属于你的 是属于前公司所有的 所以过往啊 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新闻 或遇到这种事件 很多呢这个新公司想要挖角这些员工 因为有好多很好的know how 很好的这个智慧产权权 在这些员工的脑袋里 想说把它挖过来以后啊 我只要使用了这个员工 他的这些创作 就可以让我的这个 这家公司啊 悲凰腾打 因为这些著作都非常的有价值 可是你要小心啊 很可能这些著作 都是属于前公司所有 你把这个员工挖过来 还是不能用 用了的话反而会被人家搞 宜凡 你有没有遇过这类的案件 有遇过个有点类似的案子 也是关于就是聘雇的过程中 产生的作品 那这个案子是 当事人是一个行政人员 对就是可能做一些 帮忙接待客人啊 倒倒水 这能有什么著作出来啊 有些就是他 很会唱歌跳舞之类的吗 就是可能也是美术方面的啦 就是比较有才华那方面 对那因为那个店家的话 是有卖一些可能简单的零食糖果 或一些小东西这样子 那这个行政人员呢 就是刚刚讲比较有才华 所以店家这边可能会 请他帮忙做一些 比如说语录小卡 就是可以 小卡片啊 写写字画画图啊这种 对就是用推销用 就比如说你今天 卖一个糖果饼干 他就写说 觉得很孤单寂寞吗 你这个吃下去 就会有满满的脂肪 陪着你 之类的 那还满满啊 之类的 对就是有一种 创意行销之类的东西 对那他就是 因为就是请这位员工 去做出来的 然后店家 就是金瓜同一走 就会PO到那个粉砖上面 那就是行销嘛 就是一直非常和平的 这样子在合作 对那只是因为后来 天下没有不散宴席嘛 对就是员工就离职了 对那离职之后 因为店家一直都还满喜欢 这个行销方式 那他就是把他以前 就是有提供给他们 用的这种 语录的产品 也不是产品 就是语录的宣传 就是拿去印刷成实体的小卡片 因为他们也是有一些 小小的实体店面 那可能就是当免费附送的 可爱的推销 这样子 对但是 呃这个事情 后来就被那一位 我们当事人知道 那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是不是 属于他的著作权 对店家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继续使用 因为他已经离职了 对那后来也是 呃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会闹上法院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一开始就好好谈掉啦 对那这个就 或许他们的很多时候就是 雇主跟员工的分开 就不是太愉快 所以后面做任何事都不太愉快 有可能 那因为这个案子的话 最后进到法院 那就是法院有去做判断嘛 那最后是我也说 因为这个 员工他一开始 应征是行政人员 对 那像刚刚讲他就是 单纯的做行政 嗯 那虽然说老板这边 可能有请他设计 这个余务小卡等等的 但是这个其实 不在他的既定职务范围内 嗯 就是他其实有点像是 额外的帮忙的感觉而已 虽然是在职务期间 所以他不会是落到著作权法 刚刚规定说你在职务期间 你职务上的创作 属于雇主 对归属著作材权权 就给雇主 这种情况就不是 那所以之前雇主他可以这样使用 是因为当下他确实都有获得 那个员工的同意 对 但是员工离职之后 你再另外把以前的东西拿出来用 你去印刷 发给别人的状况 你是没有得到他的同意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不可以使用 反而就侵害到著作权了 所以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 老板一定要对员工好一点 这句话好尴尬喔 对不然其实说实在也是一个小事情 对这个员工来讲 那就是一个禁止的问题 对啊如果大家好聚好散 或者是说跟这个员工有说一声 或许这个员工也就OK啊 没问题 可是没有做 然后你甚至 我已经离开这里了 然后你还发扬光大 原本我的东西 那当然就情绪不好 对就会发生这种纠纷 不过大家也就是要注意到说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想到 这个怎么会跟著作权有关 那没想到 这也会侵害到著作权 也会被告 那我必须要说就是 因为著作权 现在是还有刑事责任 最麻烦的就是 你告赔钱就算了 但是把你抓去关就不好了吧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各位啊 一定要想清楚 不要随便弄一弄 结果就被抓去关了 那是真的蛮倒霉的 来大为这边 因为我们也是类似这个案件 就是因为我们是所谓的设计师 所以设计师他的职务 当然就是办法设计这个 所以不会有刚刚乙凡律师 所抢的那个问题 百分之百 你说出来的著作就是职务上的 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是这样 有一个设计师在广告公司里面 就平面设计公司 去进行一个 就是在那边工作一阵子之后呢 就被隔壁高心挖角了啦 那其实这个公司老东家也不错 就放手让他飞 没关系 就你既然有更好的职务 就让你去吧 所以他们当初其实是好聚好散的 那因为他离开的时候 设计师应征的时候 都会去弄的东西叫做作品集 就是把我以前做过的东西 拿出来给新东家看说 你看这是我的 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就请你雇用我吧 所以他也确实把前东家那边 所做的东西整理 自己做的 整理成了一个作品集给新东家看 那新东家蛮喜欢的就录用他啦 那就是因为新东家人更不错 就导致说这个设计师开始觉得说 原来前公司就是一个血汗工厂 当然那个设计界都是很辛苦的啦 那所以说这时候这个设计师也蛮无聊的啦 他就上网去那个求知天眼通这个网站 其实就是让对这个网站 其实对雇主来说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地方 可是也当然会出现很多员工的抱怨 也有很多律师有生意的地方 对啦也是 我们也可以从上面就是获取一些利益 这样好不管 反正他那个人呢 就是在上面就是留下一些血汗工厂啊 就是把他在那边 批评前东家的这些文字 他的这个文字都是很精确的写说 我在那边每天都工作到十一点 隔天早上七点上班 回家十一点之后晚上还继续再上班 所以几乎没有休息 那这个老张就很不爽啊 说我也带你不薄 当初你离职的时候我也没跟你五四三 那你凭什么这样讲我 所以他其实有本来想要告那个员工说怎样 诽谤啊 可是当然 因为我们看完之后觉得 这个员工讲的就是所谓的事实评论啊 就是他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我说你真的让他工作到十一点 对 我说他隔天几点上班 七点 啊十一点回家之后有没有休息 没有 他还是在继续画图 我说 嗯 那可能不能告哦 可能不能告 对啊 还让法院判决认证 他确实就这么辛苦的 他能看 所以说我就说那你不能告这个 那他说那你想想办法 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做 那那个老东家就回去找 他后来发现说 诶那个作品集 他确实把它整理进去没错 可是后来那个设计师 竟然把作品集里面的东西再稍微改了一下 然后拿去新东家的广告用 嗯 那这都出问题了 如果你只是单纯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跟新东家说 这是我的作品 这叫姓名表示 就说这是我的作品的话 是不会侵害著作权的 因为 不管是在职务期间 还是不是在职务期间 你都可以跟别人说 这是我著作 这是属于员工的权利 可就像刚刚刘律师所说的 只要你在雇用期间完成的著作 你要把它拿去做商业使用 拿去做改作 拿去做复制 那这个东西 就会是侵害著作权 因为你在职务期间所完成的图片 都是属于 就是老板的 所以他就抓着这一点 想要去告这个员工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也劝他说 其实这告进去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还是就先发这个律师函警告信为主 那员工是直到收到律师函 然后也去咨询了他们新公司的这个法务之后 才发现说 哇事情大条了 自己不该这样用 最后是怎么收藏 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就像刘律师所说的 都是Kimoji问题 大家坐下来 员工道个歉 然后就是把那个评论删掉 这件事就解决了 可是员工有没有违法 当然有 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生活的过程 你会发现说 有好多很多细微的事情 其实都涉及到著作权法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大家看完今天这一集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身边有没有这些涉及著作权 可能触法的部分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刚才听了这么多啊 有没有觉得其实著作权就在你身边 过往曾经有法院认为说 哎呀这些色情影片色情照片 因为违反工序良俗 所以不应该有著作权 错了 现在法律已经修改了 这样子的规定 已经这个见解被改变了 现在是认为说 这些呢 不管是A片啊 或者是影片啊 这些照片啊 本身呢因为拍摄的角度啊 因为拍摄的剧情啊 还有这些主角啊 画面的这个版面啊 通通是有经过设计的 所以认为还是有著作权的 所以你传递了这些 不管是色情照片 色情影片 其实都会侵害到著作权 更可怕的不止著作权 还涉及到了 妨碍风化 散布猥亵物品罪 所以呢还可以多出 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要跟各位观众来提醒的就是 在我们这个实际上面 生活上面啊 有非常多跟著作权有关的 包括你上网去看 网路拍卖啦 或者是使用到一些照片 使用到文字 或者是你看一些盗版的影片 这些影片可能本身有侵害到著作权 或甚至呢 你一些唱歌啦 然后录影啦 录下来想要传递上网路上面 这也都涉及到侵害著作权 所以呢大家看完这个节目 真的要好好小心跟关心你 手边有没有侵害到著作权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的来宾 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有关著作权 跟智慧安全的相关知识 首先我们谢谢我们 解大为 解律师 谢谢刘律师 还有谢谢我们张一帆 张大律师 谢谢刘律师 好 我们呢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晚上 静天电视台 还有YouTube频道上面的 静天电视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宗言 让你受用一生 我们下次见 拜拜